快速給大家看我們今天買的什麼 我要來開箱我在德民黃昏市場買的什麼東西 這有點像是一個離鄉背景的心情轉換故事 換好了耶 好可愛唷 早安大家 今天是我回高雄的第一天 現在已經回到我的租屋處了 想說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帶了什麼東西來高雄 第一個就是我的泳衣 我想說可以趁暑假 有空的時候就去學校游泳吃 游個泳 再來是我的果汁機 之前有看過我大學的Vlog的人都知道我非常喜歡喝果汁 但是我現在租屋真的是太小了 所以就只能用這種小台的果汁機 還有我回新竹的時候新買的衣服 這是UNIQLO的裙子 還有這個這個是要抽給我IG粉絲的相機 底片相機 還有我的化妝包 跟書 我拿垃圾袋裝我的刷具 好可憐的刷具 我都在裡面 還有一件我買了然後還沒有拆封的衣服 現在超餓 但是我前幾天跟姐姐一起做的餅乾 超好吃 高雄下午的太陽真的是超大 開始緊裝櫃子 剛發現它是需要螺絲起子的 我以為它裡面會附耶 結果沒有附 還好我書包裡面有螺絲起子 超級荒謬喔 櫃子 櫃子組裝完成 我超蠢的 竟然忘記帶錢包 那個店長也很信任我 他說我可以先回去拿錢 然後再給他 還好我有找到錢 猜看這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長越大好像臉皮越薄 走在路上都不敢把相機舉起來 甚至是手機舉起來 我都會覺得有點害羞 可能也剛好是因為我們學校的風氣的關係 我們學校就比較純樸一點 大家都在讀書之類的 比較不會有人會背相機到學校去 所以呢我自己出門也是會覺得 如果有帶相機會變扭 就決定買這台小的相機 開給大家看 這是超級小的 然後這邊還會有一個螢幕 所以你剛剛看到我吃飯的畫面 就是用這個錄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畫質色調有一點不一樣 那我現在用這台錄給你們看 這台是新的相機 有沒有發現色調哪裡不一樣 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我的新朋友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心情的轉換 近期的心情分享 就是呢 我七月的時候 就是一直住在新竹的家 就是我的家鄉 然後 這有點像是一個離鄉背景的 心情轉換故事 其實我在 今天以前 那一個禮拜裡面 我心情都沒有很好 因為就是 覺得有點焦慮啊 或是覺得有點沮喪 想說我都習慣了一個環境 然後要換到新的環境 就覺得 後新的租出又還沒有整理好 然後 東西又堆那麼多 覺得不太舒服 不想要回來 還好我自己是一個 非常容易習慣新環境的人 所以我大概 待個幾個小時 就會覺得 喔 適應了 我覺得心情上最難受的 應該就是 你要離開一個地方 的那前幾天 就是還沒有真正到達一個 新的地方的時候 那幾天就會覺得 喔 怎麼辦 我那時候 會不會很無聊啊 蛤 我要跟朋友離別 也要跟家人離別的感覺 就是會比較難受 可是到一個新環境之後 你會發現 喔 你好像 你可以做很多自己的事情 沒有想像中 那麼無聊 也沒有覺得 那麼的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 還好我是一個 蠻容易適應環境的人 真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 所處的環境裡面 開開心心的活著 我現在來到 驾訓班 現在要去上 我的汽車 驾訓班第一堂課 今天就是先上 轉方向盤 教練說今天還不會上路 所以我現在就是 練習轉方向盤 麻煩了 我同學在前面 然後教練現在在 幫車充氣 在這裡學開車的人超多的耶 我現在又要來 矯正諮詢了 跟我去 我要來開箱我來 在得名黃昏市場買了什麼東西 香蕉 像香蕉有稍微變便宜 一米米 去年最便宜是一斤十塊 現在是一斤二十塊 原本這個價錢可以買到兩倍的香蕉 再來是這個 豆花原本只想要買一盒的 可是老闆說第二盒算我半價 所以我就買了兩盒 這樣六十塊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第一次買的 蔬菜 裡面是龍鬚菜 這樣子二十塊 每次都會去買的地瓜 有紫地瓜跟黃地瓜 這是每次都買一樣的東西 兩包鳳梨 我買一袋比較白的 然後一袋是這個 應該是品種不同 好甜 再來吃一個 超黃的 白的比較甜耶 很嫩耶 早安大家 我今天起得特別早 現在時間才八點四十八分 然後我現在已經要出門了 因為呢 我打算今天早上要去 乘游 然後它的時段是九點到十二點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九點入場 然後十二點離場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游個三個小時 好那我現在要出門囉 掰掰 給大家看 更衣室跟梳妝室都超級無敵暗 很恐怖耶 我剛剛都不知道怎麼開燈 我直接在外面換 因為我的泳衣已經存在裡面了 換好了 耶 我長得超好笑 準備要去游泳了 掰掰 今天 有了 一千四百二十五公尺 哇 啊 這樣子消耗 四百六四大卡 今日午餐 有菜有肉有飯 回家了 快速給大家看 我們今天來的小螺 這個是 聖香蒸的 巧克力酥 再來是可樂果酷辣口味 還有 沒有加糖的 激能優酪爐 它露出來了 好滑 西碗筋 不 它露出來了 植利希臘式優格 牙刷 最後買了千層 吃個豆花當晚餐 一大口豆花 配很甜的糖水 嗯 怎麼練啊 不過剛好大就是公平的 來測試一下大家的膽識 真的是好本能反應 好好吃喔 接下來是曾益祥 早安 大家 剛練完車 然後去便利商店 領了貨 還有買了兩包 食物 一包是這個 韓式風味炸雞 跟一個 青醬蛤蜊 義大利麵 現在在剪這一支影片 千履QA 這一支影片上的時候 千履QA應該很早就上了 好香喔 好久沒有吃青醬 好好吃喔 好吃欸 大家覺得全家的比較OK 還是最軟的這個 整個變超整齊 顏色統一 然後不會再用點叮亂亂的 然後 然後 空間感覺也變多 可以再疊 兩個箱子 欸可以耶 這種 長長的 我剛剛超客難的 下雨 然後 騎摩托車把 這麼一大箱 再回家 超難載的 舒肥萬用鍋 的蒸籠 好 好可愛喔 然後打開 這樣壓一下 裡面 裡面也有一個蒸籠耶 塑膠 啊 因為我有預約那個修電室的 它現在來了 我要先去了 拜拜 剛剛中華電信的人員送我一台遙控器 耶 好 好 我現在要繼續開箱 我的 電子鍋 我等一下想要來煮飯 然後 晚上想要去全聯買個雞熊肉來 舒肥看看 好期待 好可愛 附了一個塑膠的蒸籠 然後 米杯 然後一個飯匙跟一個湯勺 好可愛喔 超適合一個人用 裡面還有一個有點像不沾鍋的 鍋子 內鍋 好 那我等一下先洗一洗 我要來煮飯 哇 以我的體能 我只有一次在這個地方 腿抽筋 就是跑到你們 太可惡 啊啊啊啊 然後就倒在地上 會不能動呢 那我們這次主要的合作目標的話 就是跟之前恩奇合作的那支YouTuber 藉由恩奇而影響力去推工 我剛剛訂了超多東西 我想說我要拿電子鍋來 煮雞湯 我想要煮 剝皮辣椒雞湯 我現在要來整理一下我的冰箱 因為我剛剛訂了很多要冰的東西 現在來快速給大家看我買的什麼東西 超級無敵重 還有 薑 嫩薑 兩種菇 還有這個鮮香菇 蒜香黑胡椒 剝皮辣椒 其多 雞胸肉 還有我的橄欖油 鮮奶 烏骨雞 我現在要來醃雞胸肉 但我時間不多了 因為我等一下要去上假訓盤 現在已經要兩點了 所以要快快 先把雞胸肉 拿去洗一洗 抹鹽巴 然後呢 灑這個蒜香黑胡椒 欸 我還沒看 另一塊我想要用這個 優格 給他一大塊 然後呢 他好了 水其實還蠻燙的 六十度 哇 看起來很像便利商店賣的那一種 真空的 其實優格的也很香 直接從中間切開看有沒有熟 有耶 長得真的跟外面那種 舒肥一樣 我留口水 好好笑 這是它的剖面 看起來超嫩 我先來吃一口 超級無敵嫩耶 很像雞腿肉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 好誇張喔 這個真的 超級好吃 超嫩 好誇張喔 超級好吃 原來舒肥就是這樣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緊張了一刻 有熟 而且也好嫩喔 這顏色好美喔 這顏色看起來超嫩超好吃 嗯 好香喔 蜂蜜優格 超香 早安大家 我剛在IG上開了一個直播 剛直播完 我現在要來煮湯 來煮 剝皮辣椒雞湯 雞肉 雞肉倒下去 雞肉倒下去 放一點薑片進去 我現在要走去萊爾夫 領包裹 每天都在領包裹 每天都在領包裹 製定了 這個 你們覺得要先用哪個錶帶 一個是棕色的 一個是 灰色的 我想先用 棕色的好了 來研究一下 喔 我會了 哈 拿出來了 好 欸好簡單喔 真的差很多欸 這樣子看 跟 這樣子看 這樣就是運動手錶 那這樣子看就是 那種 休閒手錶 帶起來給你們看 好美 天啊 好感人喔 哇 這是我煮的嗎 好香喔 哇 好讚喔 我要來喝 好香 來加一點 香蒜粉 好好喝喔 超級無敵好喝 超好吃 超嫩 我來喝 190